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饰演的林淼淼是一个点的角色呢 我觉得淼淼是一个很活泼可爱 很活泼可爱 然后很聪明伶俐的一个角色 归点子很多 古灵精怪 又很善良 心思也是比较细腻的 共情能力很强 一大堆优点 我感觉你形容下来 这些点都很像一出戏 会不会 有一点点像我的吧 在现代的她的职业和身份 这点和我是在生活环境上 有一些区别的 那像她鬼灵精怪和这种可爱的地方 这些性格上面和自己 会不会比较接近的感觉 有时候会 毕竟她之前只是书中的人物 这次我把她诠释出来 有时候她的表情肯定 还是我自己去赋予她的 那就自然像我了 那你觉得她和你之前 饰演过的角色 有没有什么反差点在呢 我觉得淼淼更加的聪明一点 因为她毕竟是现代人到书里面 就是到不同的世界里面 她有很多来自于现代人的思维 她可以用她现代人的思维 帮助主要天团 去解决一些他们的难题 等于她像是开了一个上帝视角一样 看待这个世界中的故事 那带着一种这种上帝视角 会不会有种很爽的感觉 具体爽不爽 还是要看编剧和故事内容 如果那场戏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那就会爽到 大多数时间好像我觉得妙妙 都是在吐槽别人 OK 我就是穿书纹最常见的 把她剧情吗 不澄清就一辈子躲不住这个院子 是不是 因为她是穿到女二身上吧 那原先这个身体 就是有另外一个主人 她不能被其他人发现 所以她就没有那么肆无忌惮的 去展现她的聪明才智 她更多是有属于她的隐忍 就是隐忍在内心 她内心有一堆OS吐槽啊 但这种台词 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即兴的发挥在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不太会发挥 但是呢 我会发现 她的台词 有时候会变成 没那么现代了 我就会把她 以现代人的思维带进去说 我这里其实可以更加现代一点 就更加突出 这个人物是现代人 加入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在 如果说 林树芬和她做朋友遇到的话 如果怼人的话 谁更厉害呢会 怼人啊 可能我更厉害吧 能更受一筹 我是比较像女强人那种 妙妙更多的还是心里在去 说 之前就有合作演员说 我是一个没有OS的人 我会全部都说出来 你最喜欢 李妙妙这个角色 身上什么特点呢 她比较善良 因为她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她知道 这个一切的人物都是NPC嘛 她就是告诉过自己 主观意识告诉过自己 你不要相信她们啊 她们就是NPC啊 你就这样子随随便便过去就好 不要有太多自己的心情 然后也不要去多管闲事 但是随着跟她们接触啊 相处之后 她就把她们当成了她的好朋友啊 和家人 就有了亲情 友情 爱情 那就证明 妹妹就是个很共情能力 很强的人 哪怕知道她们是NPC 但还是会对眼前的这些人物 事物 产生感情 因为就是像古灵精怪啊 可爱啊 这种比较外话的特质 我觉得 比起这些来 还是你这个人 比较真情 更打动人 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人 我还喜欢上你 没吗 怎么不甜嘛 前面也有一些声音说到说 永热心和李妙妙这个角色 简直就是于书欣本人 像是你的本色演出 对于这种说法 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 像吗 你觉得我和妙妙像吗 不管小兰花也好啊 妙妙也好啊 月琪也好 她们都有种像我妹妹的感觉 我觉得我比她们 还是成熟很多的 只有云威山是像我姐姐 你看我叫她们 都是叫妙妙爱 月琪小兰花 如果云威山 我就会叫云姐姐 山姐 我觉得我对她们 还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划分 你觉得演这种角色 会更舒适 还是说更有压力呢 我觉得更难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演这方面的角色比较多 我就怕到时候播出来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 啊又一样 有时候台词难免会差不多嘛 还是希望能给大家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这个人说话 我的语气就是这样 当她台词一样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的了解自己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这个语气 那你这次演的时候 你就不要用这个语气 甚至是就是这样的情绪的戏 我们之前有过 那这样我们就想个其他的办法 最好换一换 你会有担心 比如说大家会说 比角色身上有太强的 余淑欣的影子吗 这种早就没有担心了 毕竟我因为扇刀眼出来了 大家怎么会说 有我的影子呢 演戏还是自己演的舒服 有那种自然的表达比较好 自己都演的不舒服的话 到时候观众看的也不舒服 我更多的会去想 这个人以前经历过什么 大概性格是什么 这场戏要演什么 做这个动作的动机啊 这个眼神的动机啊 说这个话的动机啊 再加上不要有一些逻辑的问题 这些功课都做对的话 基本上技术分应该没问题 还可以更高 那后面几十分就看剪辑了 给了剪辑的压力 就是像比如说 你拿了这个角色之后 你是很快就找准 他感觉进入他的状态 还是说会花一点时间去寻找呢 那天我也和别人讨论了 我是一个带入观众视角 去看戏的人或者演戏的人 我也遇到有些演员 他是特别带入角色 我也带入角色 但我也带入观众 到时候观众看我们这部剧 能不能带入主演的视角 对我来说超级重要 所以如果我拿到一个剧本的话 我先会看 我自己能不能相信 这个角色 还有这个故事 从哪些点切入 可以更加的真实一点 作为艺人于树心来说 你有非常风格化的 自己的个人特色标签嘛 这让大家都关注到了你 那作为演员于树心来说 像这个标签 你觉得给你带来的 怎样的影响呢 更多的还是大家认可了我的能力吧 几年前当我去跟别人侃侃而谈的时候 再加上我这样子怪强怪掉 人家不会认真听我说什么 但是当你的剧 说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哪怕我这样的 他们也愿意听我说话 这就是给我带来的价值 那现在被更多人关注和相信之后 作为演员来说 什么感受 我有压力 也有使命感 我就觉得 我既然这么优秀 那我一定要带给大家 更多好的作品 就更加的严格 最后再给我们安利一下 这部剧和你的角色吧 有些心核就是 到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有趣 看起来很开心 很治愈 很解压的一部剧 希望大家多多喜欢 你觉得最想拥有它什么技能呢 这种很难回答 主要是我都非常优秀 你知道吗 我都不太会羡慕别人 它的美妙特质我都有啊 不是要能羡慕什么呢 反应不快 我反应不快吗 我反应应该很快 那你自己最喜欢 自己的什么美好特质呢 我也是很聪明啊 很可爱啊 很善良啊 做事情很认真啊 这都是大家非常喜欢你的点 去开播之后 热度时如果破三万的话 会想给大家准备什么惊喜吗 三万和福利战王 一曲换得实际的 实在的吧 他就十个群 每个群他红包 就十个有些心核的剧粉群啊 是于舒心 于舒心的 好朋友情绪加油站实验 昨天晚上 我就是刚刚结束了一个拍摄 然后我就刷到了中餐厅 在里面我给别人变魔术的视频 我就狂笑 我那个看了 看了一万遍 真的每个人我都狂看 因为我不是给三个人变魔术吗 就是这个变魔术这一段啊 我就觉得超级搞笑 因为我第一次变魔术这么成功 而且可以直接得到 刘谦老师的赞扬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明明看到 你已经给翟肖文 就是撞上去了 他们后面还要接着让你变呀 这个我也不理解好吗 其实是因为我给那个 翟肖文变完之后 然后胡一天真的没有理解到 然后我就趁机说 我再给你表演一遍 小明课的话 我是想那个他 但是后来节目中的人 还来给我评价说 不愧姜还是老的啦 那个就是说 这一个拳头就能看出来 就是三代人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每一次去 都是不一样的感动 因为感觉就是 嗨六那个打招呼的地方 就像见证我的成长的足迹 如果给粉丝买奶茶 你吃点全汤还是半汤 我都是点少汤的 我每次给粉丝买吃的呀 或者希望他们去什么好玩的地方 都是我真心推荐 真心推荐 因为我就是 我自己感受到好的 好玩的 我就会推荐给他们 或者卖给他们 也不能自己喝 少汤给他们点全汤的 这样不太好吧 就是如果他平时 像小明哥就是爱健身啊 或者很在乎自己脸的那个 胖不胖瘦不瘦的话 我一般都是会帮他们举高 然后他45度角 这样子帮他们拍 一般角度都是挺好的 如果他自己就会说 哎呀我太瘦了 这样子的好朋友们呢 我就会给他们仰拍 因为他们就希望 他们的脸看起来圆润一点 这个是脸的角度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看光线 有时候阳光洒在 他的那个 有棱角的侧眼上 就会觉得非常的帅气 就会帮他们去找到 去还原当时 那个光线的样子 还有就是看颈 如果颈特别美的话 也会帮他们 在那边紧前面去留个念吧 那谁是在心心的教学下 进步最大的摄影师 当然是小明哥啊 哎 我都很很很难 就是有人能把我 就是达到我的水平 给我拍照 小明哥就整个大出事 而且我去给别人拍照的时候 我总感觉后面好像有人挤着我了 就是小明哥在旁边 给我抢机位 他不光是帮我拍 他帮我所有人也都是努力的在拍 就每次我在拍的时候 我都走过去感觉被挡了一下 原来小明哥在我旁边 他现在拍的挺不错的 我觉得 然后呢 后来我们要杀青的时候 小明哥也说 哎怎么办 以后我没照片了 我说 哎 没关系 我也有朋友能给我出美照 小明哥没有了 对啊 他离开我之后 感觉他好像最近都没有什么新片出来 看有个热搜是说 要把余淑欣 判给每一个不会拍照的人 建议实现互互有薪 那作为当事人 余淑欣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如果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啊 或者那种什么好玩的电影啊 其实也是可以找我去帮他们拍照宣传的 但是就要去看看我的档期了 我是很想去拍美女帅哥的 其实 我在沉醉于唱歌 我没有看他们的表情 后来觉得其实唱的也不是很好 因为他们当时那个设备是随便连的 我也觉得他们那个设备没有很好 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再听到余淑欣的新歌 然后马上就会来 因为我有给游戏什么的都有出歌 有没有个人演唱会的想法呀 你给我办吧 我就去 那我给你办 新浪给我办啊 新浪娱乐 十五周岁生日快乐 那你看啊 你看大家都在等啊 好的 好的 其实我没想那么多 我没有想说帮她解为什么 我就是发自非常真心的一个祝福 看到碎的我就说 碎碎平安 确定宅相我本人有这么觉得吗 大家都这么知道 因为小时候你要是在超级打碎 宅相我也觉得说 都只有时候了 说什么碎碎平安 快冒完了 要这样处理了 而且我后面还给她拍一张照 直播没有剪出来而已 是吗 她就这样子对垃圾桶 对那个垃圾桶就这样子 那我也是很爱江颜姐姐的 因为我觉得她不是那种 就是很温柔的老好人那种感觉 她虽然温柔 但是又有力量 而且又有态度 她给很多人很温柔的力量 然后治愈别人 但是她内心其实是很有想法的人 因为我们回家 晚上睡觉前 也会谈论一些事情 不光是节目里 节目里的生活或者怎么样 不然的话 就一个礼拜 你觉得她能爱上我 就是节目里那样 爱上你应该不用一个礼拜吧 她说几天爱上我 三天吗 一顿饭就能爱上我 最好还是互相给予正能量吧 不要有两个人一起很颓废 很丧的那种 最好就是在事业上啊 能够互相给到对方鼓励 一起拼搏向上 玩的时候呢 又能玩到很开心 你有不开心的时候 也能互相排解 互相去安慰对方 给到一个支持 听你的PD就说 我每次一做节目 就有那种莫名的使命感 还有那种格局观 就觉得 不行大家都嗨起来 我们一起做节目吧 就那种感觉 可以感受得到 但这样会不会累啊 但是这是工作啊 天哪你好棒啊 感动了 哎呀真的 跟你在一个局里 我觉得其他人 就会很放松 因为就不用有人 就是他们就不用 来调动氛围了 确实啊 连吃饭都是我空肠的 但并不是代表 我就是会怕尴尬的人 我非常不害怕尴尬 就是大家如果就是 在那边 就大家一起尬着 我也不会嚼着扣地的 我也是很开心的 无所谓 你不会怕尴尬啊 我一点都不怕尴尬 我只是觉得 去那个综艺节目 或者真正秀 我就是必须得去这样子 因为你做节目 还是得给到内容吧 我们其实大家眼中的 虞书心好像就是 从来都不会累的样子 就像你现在这个状态 感觉是一直在online的 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感觉你从来不会累 但是我是会累的 而且我还会睡觉啊 睡觉好了不就不累了吗 鬼里源源不断的能量 是睡觉来的是吗 对啊你睡醒了 不就有能量了吗 你累了就去睡觉啊 你是那种睡前 比如说有一个 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睡醒以后就忘掉 还是说睡醒以后 还是会心情不好那种 我睡前如果有不开心的事情 我在睡觉前就忘了 我都不用就是睡完了第二天 我只有对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才会内好 比如说呢 外卖打翻了什么的 这种很多人可能不相信 但是因为它发生在我身边 我就会内好 因为网上的东西 真的就还好 就是它都是网络评价的 你别看就好了 以前我都说 就是大家 我的性格本来就这样 后来呢 我总结了 尤其是这几天 我觉得其实 我还是经历过蛮多的事情的 然后呢 我也都就是调节 然后就是已经消化掉了 已经解决完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自我心理调节完了嘛 然后这个事情 多着多着多了很多之后呢 慢慢的就觉得 就越来越稳定了 所以就是要经历上 是 就长大 就是要成长 就是要经历事情 解决事情 你就会成长 总结 七八九月 嗯 我知道 在路上 就是十月十一月 大家应该能 疯狂的精诚的 见到我 不管是线下 还是线上 嗯 十二月的话 目前还不太知道 一个是影业星河 还有一个是 虚国王在东眠 影业星河 它就是一个 很特别的题材的剧 到时候 大家一定会觉得 很有 欢声笑语 很治愈 里面有亲情 爱情 友情 我觉得很下饭 而且它就是题材 很新颖 大家应该 嗯 近年来 很少接触 这样题材的剧 《西光》在东眠 就是一部 嗯 也是一个很吸引题材 因为它好像是 第一部 滑雪题材的剧 我就讲讲 里面吸引人的地方吧 它里面就是有 美丽的场景 还有 巨男亮女 我现在有个 非常压力大的事情 就大家都觉得说 我就是会疯狂 去每一个地方 都会要给人家拍照 无论是综艺还是剧 但我有时候 真的就没拍 我就是看情况的 我就没有把它 当成一个任务 我就觉得它很好看 很好玩 我就会狂拍 但有时候 如果要 嗯 就是我没有想拍 或者我要专注 其他事情说 我就不一定会拍的 所以我不是去哪个地方 都要掏起我的手机 狂拍照 明白了 大家期待值太高了 是的 我就是在这个 拍照这个事情上 我就突然间感受到了 别人那种 优秀学生的压力 就去哪 大家都在夸你 这个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压力 发生压力 也被夸得挺开心的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不内耗了 因为以前真的 没什么人夸我 大家都是骂我的 我就想说 随便发 大家都骂我 你这个邏輯很特别 确实是吧 对吧 被别人疯狂夸的地方 你就会超级在意 但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人夸你 我就百无禁忌 学到了 有一道菜就是 好像都没有播出来 它是广坦师傅 做的 我很喜欢吃的 中餐厅里的菜 我都能就是 全都能把它讲得很详细 因为都是我报的菜名 它就是叫 云腿马德林 它就是结合了云南的那个火腿 云腿和马德林 做的一道那种 中西结合的甜品 它就是咸甜咸甜的 那个我就是学到了 我还学到了奶冻 很多我都很喜欢 第一期的话 我喜欢小猪盖背 盐姐做的 还有 那个林大厨做的 鸡豆花 没有放一颗盐 全部是用鸡胸肉 调吃的那个口味 是的 很多很好吃的 还有广坦的 黑松露 牛骨髓 包仔饭 你听过这首歌吗 对不起 还没有 一会就听 这个就是以前 非日常 派对里的一首一句话 好了 不搞出现了 我说说啊 黑暗料理是什么情况 我这真不是黑暗料理 因为我不是经常会给 就是后面的那些工作人员吃吗 他们竟然都有人发消息 问我的工作人员 说星星以前是摆过地摊吗 怎么做的这么好吃 我真的做的都是超拿手的 而且真的就是那种路边的小吃 都会做的菜啊 炒饭也是这么炒的 煎饼也是这么煎的 那有什么想对质疑 于世菜谱美味程度的朋友说的 谁质疑我了 没什么人质疑我 你说网友质疑了吗 对对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吃到 舒威克文心啊 其实我听到这个 是觉得有点脚趾扣地的 看你俩相处真的很可爱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说 其实比较 林大厨比较能get到 我说的搞笑的点 我也能get到 她的那些搞笑的点 今天这次真人秀表现也很兴奋 然后博主就好奇 还没有多上综艺的计划 还是那个回答的是 看综艺的设置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小想法的 就是因为以前 我是真人秀或者综艺 大家都超喜欢我的 后来呢 我就不是想去好好演戏吗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代表作 我就想说先 希望大家通过角色认识我 尤其是感受到我这个对演戏的态度 出来再去 然后我现在也有一两部小代表作了 如果有好玩的综艺 我也是愿意多多参与的 我觉得还是 如果说你是要想跟别人多熟一点的话 还是稍微我外向一点 先去跟别人主动搭话 有没有哪些话题是一下就能打开话下的 你什么新作 除了新作呢 你喜欢哪个明星 好朋友情绪加油站 请于舒心回答 当好朋友遇到以下情绪低谷时 自己会如何应对 看看最后好朋友的情绪值能不能拉满 第一个是 熬夜加班好不容易做出来的PPT 领导很不满意 打回来让我重做 我不一定会去无脑夸的 其实如果他这样的话 我就会说 那领导很不满意 一定是有他们的理由的 你就去好好的复盘一下领导 为什么不满意 你就把它做好就好了 但是他现在很难过 他都做不太多 那我就说 那你发我 我帮你看看 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是 约好了和你一起出去玩 结果突然来了临时的工作任务 只能赏约 很愧疚 我就说 好吧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毕竟是有工作的嘛 那我再想想找其他人出去玩吧 我没有 就是我没有办法忽略 我自己感受无脑 安慰别人 第三个是 这个朋友暗恋了十年的人 突然有对象了 他跟你说 好会回之前没有表白 我是不参与人家的家务事情的 就这些话 我都不会回答他的 可能是此条消息我不回答 他如果是我朋友 他就不会暗恋十年 在第一年我就会逼他表白 最后一个 男朋友给我拍的照片很不满意 但是他跟我说 你就长这样 分手 这么直接 对啊 就是这么的直接 如果男生都说出这样的话了 岂不是 他不太尊重你吗 实验报告 经测试 余书心在 好朋友情绪加油站 考验中获得 有效加油荣誉称号 回答上一期嘉宾留下的问题 四方馆吧 就说这个 就把这个给他 打工搭子 快乐馆子 四溪丸子 送您乐子 请大家多多支持 观看四方馆 但四方馆他已经播完了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话说 其实呢 我可以帮大哥宣传一下 他的演唱会 因为呢 其实我偷偷去看了演唱会 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大哥的演唱会 非常的棒 大家都可以多去看看 挺像的 所以你自己平时搭配当天的 OOTD会根据什么来呢 当然是要根据就是 节目今天要去干嘛 明天要去干什么 然后比较合适适配的 要根据主题嘛 因为我们有四周 每一周都是不一样的主题 那时候中餐厅的衣服 都是你自己搭的吗 我和造型是一起搭的 我就觉得这个词 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就觉得这个词 非常的好 我很感谢的 搞抽象这个词 我就觉得我的一切的 行为举止 还有我的言语啊 什么全都被解释了 但是这只是我的一种状态 我也有认真的时候 就是做节目 或者上综艺比较亢奋吧 有时候就很亢奋 不知道为什么 中刊厅之后 很多人被 欣欣的性格圈粉了 然后网友们的评价 也越发的友善 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不过我确实是觉得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变过 就是网友们 还有大家的想法 都是一直在变来变去的 有的时候就突然间 就是大家都理解你了 有的时候觉得 你这个不对了 可能就不喜欢你了 但是我觉得呢 也是情有可言的 因为呢 他们毕竟没有 跟我大家一起 24小时 他看到的只是 一小个part 他还是很多东西 他没有看到 或许有时候 他误会我的part 看了前因后果之后 他就不会讨厌我 或者就不会骂我了 对啊 我觉得我挺适合 去跟人家一起旅游的 因为我其实就是那种 很会查攻略 很会查美食 然后很会给人拍照 的人 那你想拥有 怎样的旅游吧 就是我这样的 很会查攻略 很会查美食 给我拍照片的人 如果他很幽默的话 就更好了 你的攻略会详细到什么程度 以前会超详细 就是我必须要去这家店 我必须要吃这间餐厅 然后就会花很长的时间 开车去这个餐厅 但是现在好像有时候 又觉得说随便了 看看今天去哪家都行 可能我也性格改了一些吧 那有一个很流行的话 叫毛批的旅游精装的朋友圈 你是这种类型的典型案例吗 别说 我真是 就是有时候 根本就是 只是在工作期间 就是插空 或者就是在拍戏期间 插空就拍两张照片 但是我的朋友 就整个就感觉 你每天都在玩 其实我都是在工作 我觉得就是 很真诚 很真心的 跟他们交流 就是你首先 不要带你的情绪去 不要带你 不一样的态度 如果你想跟他交流 你就很真诚 很真心的 跟他交流就好了 一般人 然后再聊聊兴趣爱好 聊聊星座 一般人就能成为好朋友了 而且你聊几句话 你就知道 这个人能不能跟你聊得来 如果聊不来的话 就别再说话了 女人交往的时候 更倾向于是直接的表达 还是更委婉的一些 去化解的一些事情 那肯定是直接 但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有时候 如果跟这个人的相处 发现他是一个 很敏感的人 我也不会说很直接的 也是要分情况 会担心 有时候他直接 会破坏或者失去一段友情吗 那不会的 我的朋友们都不会 那么玻璃心的 玻璃心是不是就 没法跟你当朋友了 是 我就会 渐行渐远 好吗 好吗